哈嘍 大家好 开心的时间到了 周末愉快 今天星期六 非常开心分享趋机卡 今天所抽到的四张卡 叮叮 太阳卡的部分不需操心 你不需要去了解到底功德是如何计算 因为人在做 天在看 当你达到一定水平 功德自然加倍 根本不用你操心 他算的比你还精准 因为这些都是天地的机制 所以一切功德就在于我们自己的心 太阳圣德导师 有个概念分享 现代人 古人感叹 输到用时方恨少 现代人则是得到用时方恨少 功德这种东西很奇妙 你越精算就越算越少 你越不计较 心理就越踏实 越踏实之后就越感觉丰富 如同 如此就能形成一个善性循环后 心中会更加笃定平安和富足 而修行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事 你要如何做 都是你自己的抉择 能够发心真诚地去做 就是对自己和天地负责 所以在练习心法当中 如果小光点对你做出某种事意或伺服于你 藉此自会明白 太阳圣德导师所说之意涵 今天抽到这张卡就是告诉自己 尽情地去做 挥洒地去做 用心地去做 不用去想太多 发大愿 就去执行 简单不用想 第二张卡抽到的是 舍我其谁 修行时若没有大的愿力或志向 就容易随波逐流 要有舍我其谁的心态 好好为天地做些事情 冥冥之中 天地就会为你安排该走的路 太阳圣德导师 感恩导师 抽到这张卡给自己一个提示 就是 尽情地为天地做事情 为众生舍你其谁 人都明艳迷惘 有行世界 佛教在人间有几千年的历史 跟人之间的感情就比较深刻 所以很多人会以佛教为基础 因为有熟悉感 但是分享一个就是 有一个守则 就是法界里面的一个守则 对于你的法及导师 越有恭敬心就越能得成就 所以抽到这张卡也就是要 对导师更加的臣服 对天地要去问自己 不是自己认为臣服 而是天地怎么看 这才是真实的 所以一定要修炼到一个臣服 才能够连结到天地 第三张卡抽到的是 修行没有捷径 没有将超级生命密码正确的逻辑观念 融入生活 是不可能从心法上获得利益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绝不允许学员走捷径 修行人只要走捷径就是入谋的开始 甚至太阳圣德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有说过 要将超级生命密码的基础理论融入生活 如果没有将这个融入生活 就开始想要练心法 这个叫道法 是很严重的事情 没有读超级生命密码 却天天练心法的人 不练还好练了一定会诸事不顺 确实这已经有 许多的家人也因为如此 后来出事情以后才来参加精英会 他的分享 确实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就是要听话照做 所以如果不愿意读书的人 就不用谈练心法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 所以精英会是很重要的 许多人因为精英会的能量共振 每个礼拜去三场 短短的一个月之间 整个面向也改变 这是不真的事实 所以呢 修行就是傻傻听话照做 第四张卡抽到的是斩断恶习 即使吃苦也要 必须要斩断恶习 刚开始总是会不习惯 但绝不能因为自己的不习惯而停止要求 彻底根除 丢掉自己过去的习惯 而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太阳胜德导师 感恩导师 把习惯根除掉是一个挑战 但是千万一定就是在执行力方面 一定要设定好 执行力过程当中 自己心理建设 纵使吃苦也必须要斩断恶习 也许刚开始不习惯 坚持21天49天就成习惯了 这是一个坚持 此一刻的做到位 一劳永逸 就会解决今生红尘的诸多问题 令你豁然开朗 开朗不再虚好生生世世的宝贵生命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今天很感恩 太阳圣德导师的提示 就是 尽情的去做 不用去想太多 该做的功课做到位 不能偷懒 每天12样的功课 还有二喜 今日是今日弊 等等 非常感恩今天大家的聆听 祝大家周末愉快 还是跟大家邀约3月24号 即将来到的时间 有一场非常精彩的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在园林园艺厅 园林大道2段99号 星期日下午2点到5点 有福气的 有 真心的 天地的宠儿 一定会出现在这里 祝福大家 明天见 你在吉他 全国 有福气 有福气